日前,美方不顾中方坚决反对,执意将所谓《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》签署惩罚,这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,严重干涉中国内政。 中方已就此表明坚决态度,针对美方无理行为,中国政府决定自即日起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修整的申请。 同时,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、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、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、人权观察、自由之家等,在香港修理风波中表现恶劣的非政府组织实施制裁。 大量的事实和证据表明,有关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反中乱港分子,极力交唆他们从事极端暴力犯罪行为,煽动港独分裂活动,对当前香港乱局负有重大责任。 这些组织理应受到制裁,必须付出应有代价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